我们人生呢 其实大家都在努力 但是方向不 我们走得小 一条比较奇怪的路 就是往上走的路 因为我们追求是天人合一 所以我们一直不停的提升自己 提升自己 大家读大学这本书 应该要提高进去 你看我们只讲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好像什么都讲了 当时其中没有立业 这个项目没有 一般人中想到 你人总要修身 齐家 立业吧 或者立业在齐家 他根本就把立业取掉 是什么道理 就值得我们去想 职场 他所占的时间 是人生 非常大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居然把立业 整个给你消除掉 就在告诉我们 职场 它是工具 它不是目的 你做任何工作 都是个过程 过了就没有人记得你 我常常问人家说 我们历代有几个皇帝 没有人答得出来 皇帝那么了不起 你都记不得他 他只是很有修养 他很客气 否则他会回答 那管我什么事 那管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爸爸当皇帝 我爸爸当皇帝 我当然知道啊 别人当皇帝 他跟我说什么 因为连皇帝就这样了 后患其他的 记住 所有的功劳 最后都是被人家一笔勾销的 你看 摄影机 谁发明的 不知道 茶杯 谁发明的 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 是给你面子 是对你客气 他根本懒得理你 因为这种无聊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老觉得 有功劳 有功劳 我要建功 我要立功 其实这句话 也是解释错了 所谓的功是什么功 是对大众有功义 但是人家不一定记得你 那叫做功 人家记得 有人把万里禅城造出来 至于整个过程 其实我们万里一干二净 我们一生 只做一件事 就是不断的修身 齐家 治国 平田乡 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谁在平田乡 有时又不是平田乡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平田乡 你看现在外国人来 他正好看到你 他就问你路 你所有的表现 就是平田乡 你国外国人看了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土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土 那就是平田乡 你到国外去给人家印象 也是平田乡 所以你要会读古人的书 你才会长自私 你才会增加智慧 人生最要紧是什么 修制自己的品性 这是最根本 但是修己不是为了自己做圣人 修己是为了一家人能够处得和好 所以一个人要站在齐家的立场来修己 你才真的是修己 你修得跟家人都格格不入 你算什么修己 你算什么修己 所以虾为什么要和 就是你不能太特殊 你在外面特殊可以 你在里面家你不能特殊 你特殊是什么 我比我爸爸强 强又怎么样 没有爸爸有你 两句话就讲完了 那你齐家的目的是什么 齐家的目的是治国 所以你要站在国家需要的 你才来培养你的子弟 它都是连在一起 从来没有间断 而且整个一以贯制 就是两个字 叫做品 所以被领导者 领导者 他不断的提升自己 靠什么 不是靠业绩 但是业绩是什么 业绩是提供你 能够持续不断的 提升自己的一个条件 这样就对了 我们是靠跟同事互动 跟外界人来往 然后靠我们的利润 靠我们的绩效 维持这个职场 可是这些都不是目的 通通不是目的 目的就是说 我的品德 属于我的年龄 不断的提升 我的修养越来越好 这样一来 你就会感受到 你老了不会很孤单 你老了不会受到人家的遗迹 你老了不会让人家很闲女 其实老天 他那一个人 越老越丑 他是有道理的 你看没有一个人例外 随着年龄的老大 你就体力摔了 你就验子不好看了 你讲话就不清楚了 你的记忆力就倒退了 那为什么老天要开人这么大的玩笑 你那一个人越活越好 越活越不好 你很容易理解 如果老天让我们从小 越活越好 什么都好 那人就不要努力 那天天混日子好了 那天天嘻嘻哈 过日子就好了 老天没有 老天告诉我们 你看看老人家 你就知道你的未来就是他 那老人家好不好 有两种 一种叫做贼 这话也不是我讲的 孔子说老而不死就叫贼吧 一种是宝 也不是我讲的 家有一老 如同一宝 所以一个人 你要知道到了老 你就分两端 一个是贼 一个是宝 那你就知道了 我应该让我自己 老了以后 不要被人家看作贼 你看这个老贼 这个老不死的 那多遗憾 对不对 我不要让人家感觉宝 有这个人啊 可以请教 有些事情要紧的时候 让他指点指点 就好了 那你这个方向 一定下来以后 你就知道 你从小就要看到 将来有一天 我会老 老的时候 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你从现在 就要去准备 因为这是 跑不掉的路子 任何人都会变 只有这个不会变 生老病死 没有一个例外 人在位的时候 你真的搞不清楚 大家对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真的搞不清楚 人退位的时候 你才知道 啊原来是这样 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你看董经理 我常常问董经理说 你现在最注意的是什么事 我去问他这句话 看他怎么回答 他说我现在最注意的 就是把人事调好 我就说你还找得很 你真的还找得很 如果还在调人事的话 那你这家公司还是风雨飘摇 我说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在乎的是什么 他说我再在乎的是说 我有天会任期满 我会退休 我退休以后 我这些员工还认不认识我 我说这个人就了不起了 好像一个总经理做得好不好 不是在你在位的时候 在位的时候人家总是 哎呀给你面子嘛 不要给你难看嘛 是在你离开以后 你退休以后 你是什么个状况 我亲眼看过 今天是总经理 明天呢 换了一个字 根本总不理 谁都不理你了 本来认识也 假装不认识 看到就躲 那人很凄惨 真的很凄惨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陪那种 已经离开那个单位 十年以上的人 我一回去看 大家跟他互动的状况 我就知道 这个人做人成功不成功 人在位的时候 你真的搞不清楚 大家对你的感觉怎么样 你真的搞不清楚 人退位的时候 你才知道 啊原来是这样 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领导 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特别提出来 就是我们是站在不同的岗位 担任不同的工作 但是目标只有一个 提升自己 我们中文找到一条 最海阔天空的路 你随时随地 你都可以随意而安 因为晚上没有人限制你 但是也没有人勉强你 一定要多高 没有 所以孔子告诉我们 敬人事 挺甜蜜 就这个意思 我敬人事 我做到什么地步 我信啊你的 我毫无亏欠 我干嘛着急 我干嘛后悔 我干嘛自责 都不需要 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 一种人心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从幼稚开始 很幼稚开始 你看连弹珠都会玩半天 这个人不幼稚 可是弹珠不玩的人 他智慧就开不了 现在很多家长 就是犯这个毛病 然后不希望他的子女 开智慧 然后希望他有知识 那就糟糕了 人优先次序 是先开智慧 后长知识 我们现在刚好相反 这糟糕了 一个有智慧的人 知识越多越好 因为他会善用 他会用得有效 一个智慧没有开的人 到处去学 学到最后变什么 变两脚输出 只是个会行动 但是他是输出 他不用 什么都不用 尤其很多人很糟糕 他嘴巴讲 讲到最后 他自己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讲的都不是 他心里的东西 现在人很多这样 讲的全都是欧美的道理 那有什么用 我不晓得有什么用 我很简单问人家一句话说 在股票市场里面告诉你 哪一只股票会涨 哪一只股票会跌 到底他是真的假的 没人打得出来 只能说有时候真有时候假 其实不是有时候真有时候假 不是 有人说有人真有人假 也不是都不是 是什么 太简单 就是说你又没有照他的去做 你照他去做他是真的 你没有照他去做他就假 不管谁说 哪怕是在外行 随便说哪一只股票会涨 那谁能将你都去买他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而已 但是大家都会想到其他事 真正的东西你皇上就很负略掉 所以一个人 你的智慧不开的话 你就表现在什么 表现在你没有选择能力上面 我们从小就要选择自己的未来 而不是什么坚定意志啊 搞自己的 不是 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老乡 你说 哎呀 我要做一个奥运的选手 人家看看摇头 为什么 你不可能 那你立志有什么用 你在吃苦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因为那是有条件的 那你说我要立志做什么 都没有用 而是我要选择什么 我应该选择什么 为什么 因为凭我的条件 我所能选择的是有限的 我只要选到外面去 我就土牢无空 一辈子不要再干了 我选对了 我很快就发展了 但那个发展对我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就是在比较可以减少外物的困扰里面 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息 这就对了 所以老板为什么要选对行业 为什么要选对人员 为什么要掌握机会 为什么要提高绩效 为什么要降低成本 为什么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都是工具 都是过程 可是有人这些以后 他就知道了 我有更多的时间 我可以来休息 现在很多人就是后面这段关系的 哎呀我赚了大钱了 我怎么办 怎么办 打高夫啊 其实真正在打高夫人不多 都是在赌博 我是感觉到什么叫做高夫 就是老天用来惩罚有钱人的一种工具 就叫高夫 那个有钱人他舒舒服服 他什么也不要背哦 回去背那个东西 你叫他背别的 他都不愿意背 你这个啊 他背的还很荣耀 你看 可是老天是有智慧的 人是很愚蠢 他把这样 然后找刺激 他就不知道人找刺激 他是无止境的 因为你一阵子会麻木 然后就需要更大的刺激 所以才会有人说 跑到桥上去 然后把自己腿上 绑上绳子 也跳下来 你能想象那种也有人玩 但是很多人 好啊好啊 那就是人生 失去的目标 因为他的目标只有赚钱 吃鸡 然后快乐 他其他都没有 那就叫做偏道 那种就叫做偏道 正道就是说 我不要忘记了 我这辈子 什么都假的 只有道德是真的 我们现在很遗憾 就是说 很多人跟我讲说 哎呀 我们有信仰危机 我就问他 什么叫信仰 我其实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他的答案 讨不过我的 他说 我们没有宗教 你敢把宗教看成信仰 那是外国人 那是中国人 中国人宗教 对我们来讲 不是很重要 每一个宗教 都是指向道德的 那一只手而已 他是一只手而已 基督教是一只手 指向道德 天主教是一只手 指向道德 所有宗教 都是这一只手 他所指的是道德 你要直接去看到道德 你不要把这只手打转 打转到最后 一辈子完了 我们不要因为外国人不懂 我们有跟着不同 那糟蹋自己 人类共同的信仰 人类最高的信仰 就是道德 其实我今天要讲一句 很遗憾的话 很可悲的话 当道德不见了以后 社会才会讲仁义 所以不要以说仁义仁义 那是不得已的 当一个社会 道德不见了以后 那你只好讲仁义 当仁义不见的时候 你只好讲理智 现在连理智也没有了 只好讲信用 那信用是最糟糕 最低端的东西 仁义理智信 你该把信 信用这一破产 人类什么都没有了 人类现在只剩下一个 最可怜的 最后一样东西 叫做信用 所以到处都是呈现呈现 你就知道 我们离到的太远太远 我要慢慢去回复 那怎么办 要把信用当作 这是我必备的条件 这不是我的优势 也怎么是我的优势 当信用也变成优势的话 那上面全没有了 所以我跟我的领导 我不是说我有信用 那你相信我 我不是这样 我要进一步什么 我讲理跟智 我要守理 我要把我的智慧变成你的 而不是我的 因为只有你把大家的智慧集结起来 我们才有福同享 如果每一个人都把智慧存在自己 结合不起来 我们迟早是有难同当 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然后再提升到仁义 仁义是什么意思 老板要人 我要义 义是下对上的 人是上对下的 上面是人 下面就要讲义 义就是正当性 义的解释就正当性 我所作所为 在我们公司讲起来 我是正正当当的 对整个社会讲起来 我是正正当当的 但是有一天 我连这个都不讲的时候 当每一个人把守信用当作 这是没有什么好讲的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 把我的智慧贡献给社会人权 这也没有什么好讲 这本来就应该的 仁义也没有什么好讲 大家都这样做了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那就是道德 那什么叫做道德 道就是宇宙运行的 那个看不见的时候 就叫道 你看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有没有人在管 没有一家公司专门管气候的 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 幸好没有 有我们就惨了 我是这个气候管制公司 那这个要命的 那所有人都被他操控 那还得了 那白天晚上白天晚上 都是很自然 他都不讲自然 他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大自然的规律 那就叫道 人没有出生 人没有出生 以前道就存在的 什么叫德 就是我尊重宇宙的规律 去做我的事情 讲我的话 而我有所得 那就叫德 德是离不开道的 没有道 哪里有德 你就按照道理去走 你就会得到什么 得到你修身的结果 薪水多少 那是变动的 有时候你碰到好老板 不一定赚得好工资 有时候你碰到坏老板 反而可以赚大钱 不可以 因为他走私 我到一个地方去 我怎么看不到这个地方 说经济会发达 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有这么多有钱的人 他说哎呀 靠走私 也有啊 怎么有 因为那个地势对他很有利 这个很容易隐蔽 然后运进来也没人知道 然后偷偷运出去 他就靠那个来赚大钱 那爷爷有啊 怎么没有 庄子是讲得最清楚 他说两条鱼 哎呀 他们彼此帮忙啊 他吸口水 吐给他 他吸口水 吐给他 哎呀 好感动啊 到这是最可怜的时候 怎么感动 那是怎么感动的 你想想看两条鱼 为什么搞到这个可怜 就是因为水都没有了嘛 如果他们都有足够的水 他们根本就忘记了 我要照顾你 你要照顾我 水又必须要照顾 大家水都一大堆了 你还要 我涂一个给你 你涂一个给我 那么辛苦干什么 我觉得我们做一个中国人 是很自豪的 因为我们老祖宗 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会用 只要会领悟说 那句话就讲这个 那句话就讲这个 然后你就根本就是 一下子都通了嘛 外国哪里有 外国都是讲这个 讲那个 讲得很奇怪的 而且很妙 他一阵子他就变了 一阵子就变了 就表示他不长久 他不长久 中文学一套 他可以一辈子用 我最后的建议是说 我们同时是领导者 也同时是被领导者 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修极 修极就是把自己的德性 越来越是他 越是他什么 高尚 高尚才是真的 我知道这个可以赚钱 但是赚了会害人 我绝对不做 但是我不做 我没有标榜说 我在做好事 没有 本来就应该我不做的嘛 哪有什么好事 没有好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 去帮人家忙 一定要引民 买信 一定要用无民事 就这个道理 因为我本来就应该帮他忙 那我有什么好好彰显 为什么我要高调寻尚 这很奇怪的想法 默默的寻尚 不求回报 其实要讲很简单 你要求回报 那很简单 你今天给乞丐五块钱 对不对 你就一直念 我给乞丐五块钱 将来有一天 希望他还给我 那更惨 等到一天 乞丐还给你五块钱 你就比乞丐还穷 其实很多东西 是很容易了解的 只是大家没有去误 总觉得不通 怎么不通 当然通 所以当你帮老板的忙的时候 你不要说 我有特别贡献 你要特别奖励 没有 当老板去照顾员工的时候 你绝对不可以说 但是很多人是这样说的 我都已经这么好 你要有良心 你要好好表现 这都错误了 所以很多老板 他会利用 过年过节的时候 到员工的家里去拜访 拜访 我觉得这是非常 高明的做法 特别是什么呢 你的员工很多是从乡下来 他们呢 离家背景 把一生最精华的 那个时机 奉献给公司 老板 如果说 你出差到哪里 或者说你有假期 你去的时候 当地的有些干部的家 你去看看他 你看看反应怎么样 他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就觉得很荣耀 一定是我儿子表现很好 不然你老板会来看我们 这才是中国很古老的一些做法 但是 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 人类人情味越来越淡薄的时候 这些是非常管用的事情 因为我就曾经听到几个家长 很感动 说老板那么忙 那还来看我们 所以呢 我就再三交代我的儿子 你不要对不起老板 你要不要对不起公司 这是个股很大的力量 当然 当然我还是说明一点 不要有这种存心比较好 每个人 我只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你要怎么样反应 你要怎么接来回应我 我不敢应 这才是正确的